如果你問到我這次拍攝整部電影 我覺得最難忘是甚麼呢 我覺得最難忘是我第一次做人爸爸 因為這麼多年拍了十年劇 第一次抱著寶寶 也是我人生第一次抱著一個三個月大的寶寶 是我兒子 完場之後都很捨不得他 由我第一天抱起他, 他就哭了 到我懂得怎樣抱起他 由哭哄到他笑 好像真的像做了一個新手爸爸 現在說起來, 我又很想念他寶寶 他很臭臭 那怎麼樣? 怎麼樣?換影片吧, 你怎麼做保姆 我看保姆, 她叫爸爸 跟珠珠的關係就是… 有點像我跟姐姐的 但可能她是外人 反而有些說話 我可以容易開口跟她分享 那她像是一個樹洞的關係 後來她知道我有寶寶 知道我和另一半分開 她亦很照顧, 因為我不懂怎樣照顧寶寶 但反而她懂怎樣照顧寶寶 她就會幫我一起照顧寶寶 你怎麼這麼熟, 你生兒子 雖然我表面比較開口 很多狂風浪碟 但不代表我個人就很隨便 生命來的, 你猜玩嗎? 我以前也有幫我大嬰兒的 拍這套劇最大的得著就是… 跟嬰兒拍 還有我覺得跟家裡 每一個人的關係 會帶到我現實的時候 怎樣和家人相處 嗎? 天真 可 Jeremy 我先一樣 還是什麼 convenτά